接到我老公的电话 让我早点去接我闺女 让我早点去举行葬礼那个地方 我现在换好衣服了 准备去了 带了一些东西 给我闺女带了几件衣服 去接着我闺女在幼儿园门口 我给她换上一点素一点的颜色的衣服 小孩子没有黑色的衣服 我就随便找了个黑色衣服穿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参加 我老公她前期的一个葬礼 今天应该是说这里就吃鸭 是通夜 就是人不在了之后 今天要先放在那个举行仪式 放一晚上 等到明天再去火花呀什么 再举行那个什么仪式 反正是今天晚上 又在那里一晚上的 我们又去 刚刚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我说你的闺女 你的最小那个儿子都到了吗 她说到是到了 闺女大闺女也到了 但是没跟她说话 昨天我们俩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样 前一天晚上我们俩商量了挺好了 等着看见大闺女了之后 和大闺女好好说说话 但是大闺女好像是到了那个会场之后 好像也没跟我老公说话 我老公的意思可能是 说是躲起来的 反正是没跟爸爸打招呼 没跟我老公说话 现在人也不在那个地方 刚才打电话 我老公就觉得挺失望的 反正听她说话就挺失望的 这么棒慢慢下 还有礼物呢 老师又给礼物了 慢慢下 妈妈帮你拿吧好不好 不用你自己拿 好好快上 上车 我关 我你关呀 真讨喜你说 拿个大叔包还得关 真棒 谢谢你 真有劲 爸爸 爸爸爸爸在等你妈妈带你去一个地方 好不好 去找爸爸好不好 我看看好不好看 好看呀 一颗袖拿出来了没有 好 再来坐着吧 妈妈开车了 看今天天气真好 感觉天上还有个月亮 你看 这是月亮 有没有月亮 你说月亮你好 月亮你好 坐好了 你想吃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山口家族的故事了 今天去见到我老公的最小的那个儿子了 闺女没见到 后期跟大儿子跟二儿子聊天的时候说 闺女今天来了 反正我老公挺失望的 也是因为离婚的原因 可能是 她闺女那时候家的中间吧 反正 可能我估计是对我老公是有意见 那样就是山口的闺女肯定是 因为想当年 山口和她老婆离婚嘛 这些东西可能给她闺女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现在过得也不好 可能也会把有些事情归结到山口身上 就觉得可能山口和她老婆离婚了 所以我说我老公 算了 不要去想吧 我老公自己 你看我老公怎么说 所以我们才有了黑拿枪 有了黑拿枪真好 虽然是没有了大闺女 但是有个小闺女在嘛 就很满意足了 今天也是 一些亲戚朋友都到了 大儿媳妇的亲戚兄弟姐妹 二儿媳妇的妈妈兄弟姐妹都到了 山口前妻的妈妈也在那儿 我们都一起说话什么都聊聊天都挺好的 知道感动的是山口就是特别给我面子 看见人就介绍说这是我的就是下一任妻子 再婚的妻子 没嫌弃我 然后我就开始介绍她闺女 告诉我这是我们俩的孩子 黑拿枪 聊一下天的就说 如果浴将不说来参加葬礼的话 我也许都不会来 大儿子也说 是的 有一些人就是离婚了这么多年 离婚二十年左右的 有的都不来 是不是 然后我到了之后我就找 我说哪一个是小儿子 我老公都没看着她小儿子 就是去上乡的时候 正好她小儿子背对她这个地方 戴上乡的地方 戴了一个帽子 因为十六年没见面了 认不出来她儿子了 我就问大儿子们 我说哪一个是小儿子 他们就说那个就是小儿子 我就让她拍拍的 就是让她坐在我老公边上 我说你坐在这里 我说你记得你爸爸吗 他说他记得 就我一看见他小儿子的时候 我的眼泪控制不住 我也哭 我老公也哭 我老公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说你知道爸爸叫什么名字吗 他说叫善口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他都知道 知道我老公是他爸爸 知道了 你吃饭了吗 夜晚饭吗 就是十几年没见面 我老公哭得稀里哗啦的 真的 我老公就说 我都十几年没见面了 小时候我一直搂着你睡觉 好好好 你快去 你快去玩去 我老公就说 就剩下你一个人 是不是孤单 小儿子 小儿子一个人坐着 掉眼儿的 也是 我就跟他说 我叫郁酱哈 我说你听话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嗯该上班上班哈 我说你周六周天休息嘛 等休息的时候我带你出去玩哈 我带你去吃烤肉哈 去吃牛排哈 他跟你说我没去过饭店吃饭 这么深年跟着妈妈生活 不容易我跟你说 我老公看见他小儿子了 就拉 就一直哭 哭得稀里哗啦的 他前 山口他前妻的妈妈也哭 说今天真高兴 那个说小儿子终于看见他爸爸了 今天跟大儿子说了 说以后这个你们这个小弟弟怎么办 哎呀他们也偷偷偷 也不知道 也不能让他一个人自己生活 是不是 要威胁 他又不能自己生活 你看和他妈吧 他妈是个正常人 可以指导他一下 教他一下 前面我还说要不然 你就去帮忙找 有没有那种 就是福利设施啊 咱把他送进去 如果是说每个院需要三万日元 还是四万日元 就像类似于什么什么 制造儿童的那种收容所一样 去看看每个院收钱的话 我说让你爸爸出钱 让山口出钱 大儿子说 要是说浴江 要是你们 你和爸爸这么说的话 去找找也行 但是可能 我们平时都上班忙 也就周天休一天 反正是 你怎么有时间 去那种设施 什么 就是去找 去见这个弟弟嘛 都忙了 有家有口的 确实是这样的 我说不要紧 你去找了 你把地址告诉我 我周六周天 有时间的话 反正我要看我闺女 我就领着我闺女和山口的对手 那个儿子 一起去玩 去吃饭 或者是周六周天 带我们家来吃饭也行 他只要是 只要是个听话的孩子 他能听我的话 不做那种危险的事情 不会对我有什么伤害 我就给他吃 给他喝 给他买衣服 怪可怜的 对不对 咱都是个当妈的 我回头我就这么想 咱有时候这是 就像汗铁不成钢一样 也真没有办法 咱的能力是有限的 帮不了太太多 你说咱们个帮法 我本来去之前 我拿了十万日元 分两个包 一个红包里边 是装了五万日元 我打算一个是给小儿子 一个是给山口的 为你 哎呀 当时掉哭了 喜哗哗的 我说你每天能自己吃饭吗 说能 反正吃着挺胖活的 小儿子真胖 不是那种瘦的 他就是这种人吧 他心宽体胖的 他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基本上每天可能吃吃饭 上上班就挺好的 天真的那种孩子的那种感觉 他妈腔有我自己 他妈腔呢 你叫你阿福比 你叫你阿福比 我就拿出了一个红包 给了他五万日元 我说你把这个食物找 等你没有钱吃饭的时候 你拿出来 反正是今天就这么个事情吧 明天我们去 就是山口的前妻去火化一下 明天上午我们这里时间九点钟 哎呀 哭一哭 哭完了之后也好了 山口 山口这么是年啊 从来没像今天一样 哭得心里火了 明天两天开直播的时候 聊天的时候 大家还担心说 孩子会排除 没有 真的和他们挺好的 最后走的时候 大儿子还说 谢谢吧 大儿子这个 大儿子就是挺有担当的感觉 不愧是大儿子 二儿子话就比较少 但是也没说排除 我也都笑嘻嘻的 什么说话什么东西的 像二儿子比较腼腆的感觉